嗨 小科学迷们 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 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在线课堂 神奇绘本 科学动画 加入营队 走进大自然 体验屋外探索 小小沙课堂 让孩子爱上科学 古代王国 小朋友们 古时候人们都居住在哪里呢 他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王国呢 答案当然是有啦 不过他们的王国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国家 有很大的区别 在古代 战争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为了防止敌人入侵自己的国家 抢走物品和伤害国家的人民 王国边缘主要的地方 都会围上厚厚高高的城墙 还有士兵打手 这样就能很好的保护国家的人民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